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我们最近搬屋 我们一直在英国的亲戚家 住的是一些偏远的村落 因为我们在英国的村落比较少商业活动 所以找工作方面都比较困难 因为连开门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决定搬去一些繁华的地方 在找屋盘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去过不同的网站 也看过不少的资料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件事上的心路历程 不说了这么多,去片! 其实我们主要的找屋方法 都是透过网上 就是可能是Winmove 或者是一个叫Sipri的网页 去找一些适合我们的单位 这些网站呢 其实除了买屋之外 也可以找一些租盘 它们分开的角色是各有特色 所以我们每个网站都会特意去看一看 我们住的地方是属于英国的中部 距离发明看 就应该五至六个小时的车程 倫敦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所以其实两边我们都有考虑过 在不同的地方都有找过他们的租盘 不同的家庭 他们focus的东西都很不同 就例如有小朋友的家庭 他们想focus一个有好的效望的地区 那我们呢就是贏家庭来的 那我们focus的就是工作机会 工作机会都有分 可能文职工啊 或者是一些工厂工的 那我们倾向是想找一些文职工 所以我们呢都是要去一些 比较发达一些的市中心 那会好过我们去找一些偏交的地方住的 在英国呢 除了法明康啊 曼城啊 赫菲 林敦啊 这些这么大型的大都会之外呢 那其实其他的城市呢 都是很小的 那坐落在不同的地方 那他们呢 如果发展得好的话呢 就可能一个小城市 订另一个小城市 再订另一个小城市 那这个我们都考虑的 因为呢 当不同的小城市 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呢 其实呢 那区的发展呢 都是非常之不错的 首先啦 我们如果是找一些 中部至北部的城市 例如 百明康啊 或者在曼城呢 一般情况就比较少一些 一些小的单位的 但是呢 他们那边呢 就多了很多一些新型的建筑物 而在南边近住林敦呢 就见到有很多些租盘呢 就很特别的 假设一星期七日呢 他只会租给你 一个星期五日 星期一至五 那星期六日呢 就是屋主会自己 回来住一间屋的 又甚至乎 有些情况呢 就是屋主只租给你 星期一至四 之后呢 星期五六日 他们就回来住 以居住环境 以及居住大小来说呢 越近伦敦的南边 当然贵啦 以及一些单位 也都面积是会小很多的 在近百名项的时候呢 两房的单位 其实就已经说 是八百多磅了 就已经有交易的了 但是如果八百多磅呢 在南边呢 可能连一房的单位 都未必给到的 而且因为我们本身 只有两个人 所以我们需要的屋大小呢 其实就不需要 可能三房 或者四房 一般情况 我们都是想看一些 studio 或者是一个房的flat 在英国 通常这些大小的单位 一般都是集中于市中心的 但是因为我们考虑到 治安问题 大城市呢 他们的市中心 治安都是一般般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又想要有一个 好的治安 同时之间 亦都是一个小的单位 在这件事上面 就抖起了很久 也都找了不少资料 发展商他们建房的时候 越不近市中心的地 当然是越便宜的 所以那些屋就越大间的 治安也都会相对好一些 所以我们的选择就不是那么多的 其实呢 我们在找租盘的时候 考虑几样东西 不过不知道和大家的想法 有没有少少不同 首先第一样 我们是不希望家里附近 有一些超级市场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商场 因为聚集人多的话 其实治安也都会相对较差 当然也都有一些特别的建筑物 例如一些警察局 或者是一些医院 可能有些地方 会有他们当地的监狱 所以这些建筑物 我们都会尽量避免的 第二 我们因为没有小朋友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尽量去找一些 没有好学校的地方 因为如果好学校的地方 一般情况 很多家庭都想去住那里 在英国派位 你越近一间学校 理论上你的成功机会是越多的 所以我们都尽量避免去找一些 好学校的地区 找地区 我们都最重要最重要想考虑的 就是治安问题 治安就一定没有香港那么好的了 网上也都有很多的网站 提供一些地区分析的数据 那些网站会分析些什么呢 例如当地的罪案率 他们犯罪的种类 当地人他们的人种比率 他们的教育程度 他们的年龄分布 他们的工作分布 他们买屋多 还是租屋多 其实这些东西都会很影响 当地的治安 这些我们当时找款都将它提供 的 如果当地人多自治物业的话 那边的治安一般情况都比较好些 第二就是如果本身当地 那里多一些生了小朋友的家庭 那边治安也比较好些 第三方面就是如果他们的教育水平 普遍都是偏高的话 那边治安也比较好些 还有如果少一些小型的超级市场 或者是一些酒馆 夜总会 这些地方 那边有关一些公司 或者是一些罪案 也会少一些 那考虑完租盘附近的环境之后 那就考虑回家庭的本身 第一个因素就是本身的房子 那我们看那个单位本身 我们都尽量想找一些 有一些GAS的提供 例如它可能有GAS的煮食炉 和有GAS的暖气可以提供的 那当然啦 有些新型的单位 提供地热的设施 那我们找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旧 所以都是一些暖爐 那其实还有一些单位 它可能提供的主食炉 是电子的主食炉 和电子的暖爐 那这方面 就可能要考虑多一件事 就是家屋的EPC 那EPC 总括而言就是 家屋省不省电 那它们本身GRADING 就A至E 那我们找了那么多租盘 都只是一两间租盘去到B 那所以B 都算是BONUS 那A 我们实际没见过 那如果是一些 旧式的单位 那EPC 一般都是C或者D 为什么会那么在意 这个EPC 因为在英国的电费 是非常昂贵的 电费和GAS的收费 差距是可以欠三倍 或者以上的 所以我们当时看屋 都很在意EPC 和有没有GAS的 第二 第二 因为英国的住屋开支 就有很多濕性的东西 就例如正常电费水费 Council Tax 如果你有车的话 你又要考虑泊车的费用 等等 以Council Tax为例 就是以家屋的大小来 便宜至贵收的 最便宜为例 以1000磅 即是家屋 就算豆腔那么小 如果你要交Council Tax 都说的是1000磅 一年起跳 但是有一些租本 它们是会包Council Tax 那水费为例 一般情况 如果大家是住在一些 一整个单位的话 你们是可以直接和一些 服务供应商去谈 去签约 好像香港签风贫 那样 那一些单位 它们也会包起水费 就是因为 可能英国有些房子 它有两至三层高 那它可能将其中一层分割出来 就租出去 自己业主就住一层 在这个情况下 有机会它们会提供一些 包水费的租盘 有很多人都会考虑 应不应该搬去一些 多香港人的地区 那这些就是个人的选择 还有就是 可不可以买到一些 香港的食品 附近多不多中超呢 亦都是它们的考虑因素 那我们之后搬的地方 刚巧有一间中超 那香港人呢 应该都比在我们现在住在这里 就为多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 是差不多完全没有香港人的 如果大家对那个租盘 是有兴趣的话 就建议大家 去一去Google Map 按一按那条街 看一看 它们的垃圾清得干不干净 那些垃圾粉有没有到处放 有没有堆积的建筑废物 那些墙有没有熔熔烂烂 因为呢 治安好与坏 其实可以由它们的市容那里 去推断出来的 有一些治安没有那么好的地区 它们的市容是真的 比较多污积的 例如很多人都说的 有一些消气罪 在地下 比较多一些drug的问题 如果本身那里的屋 它们的窗口 很多一些铁脂 去安装了上去的话 就会比较多一些 入屋爆洩的问题了 那当然 Google Map不等于一切的 大家都一定要去实地看一看租盘的了 因为我搬到那里 就刚好 距离我现在住的地方 两至三个小时的车程 所以呢 我在去看租盘之前 都要确定一下 那里的环境 不要跟我的想象有太大距离 如果不是呢 去来都会浪费的 那还有治安问题呢 最值得的方法 就是看一下当地的crimeway police.uk 可以查一下当地的crimeway 不过呢 某一些地区 之前就有一些资料流失了 就例如白鸣康那样 它的数据是 只是去到2021年的3月 或4月左右而已 那当然呢 其实它们是逐步地去recover一些数据的 那我们呢 都是在那个网上看一看 发生罪案的种类 就例如一些暴力事件 性罪行 入屋盗舌 当家当看抢东西 public order 反社会行为 吵戎包闭 那在我们来说 我们觉得 罪案的数字不是一切来的 如果它们犯了一些 罪案都是一些 比较偏僻的罪案 就例如一些public order的话 我们都觉得是小问题 但是如果那一区多一些 入屋爆洩 毒品问题 暴力问题 我们会比较看重 那几类型的罪行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都看看一间屋本身 有没有提供一些傢俱的 因为呢 我们本身只有两个人 需要的傢俱就不是很多 搬的时候呢 我们就未必有些大型的傢俱 例如梳化啊 床啊 大型的衣柜啊 就是这样 那我们呢 都会看一间屋 有没有提供这些 类型的傢俱 给我们暂时用 先的 当然啦 有很多的租盘呢 一般都是 整个清水 给你的了 你就自己搬那些傢俱 进去吧 但因为我们呢 都是探索中 所以呢 都是找一些 有部分的傢俱 那就是足够了 另外也都有人说过 ground floor 的屋呢 就尽量不要租 我们呢 都尽量找一些呢 是非ground floor 的楼层的 一般情况呢 入屋爆洩呢 ground floor 出事而已 因为 在地产来说呢 它突爆ground floor 的玻璃呢 二个爬上一层楼 突爆一楼的玻璃的 或者大家住ground floor 的时候呢 窗口就不要放桌子 或者是一些手提电脑 因为呢 有一些地区 可能很多留学生的 他们呢 都会搬出去住一些flat 那他们住地下的时候呢 他们都需要用电脑的嘛 那他们用完电脑 放在桌面之后呢 那很多人走过 看到玻璃里面 你放下这部手提电脑 就打爆你的玻璃窗 就偷了你的手提电脑走的啦 那我今次要分享的呢 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呢 那就麻烦大家 赞我的影片啦 订阅我的频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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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下次有新闻新出呢 就可以立刻通知大家啦 多谢各位 拜拜